欢迎收听10月25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芝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文革时发生屠杀和人食人惨案的广西 时任主要领导人韦国称 获安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务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 两名被告再度应讯 获准继续保释 下月底答辩 明年2月开审 再任时主张加快建屋的前特首梁振英说 港府要慎房、土地和房屋供过预求 将来会蚀本 详细新闻内容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 广西曾经发生 海人听闻的屠杀和人食人事件 当时的广西主要领导人 中共开国上将韦国称被指是惨案的元兇 但中共以公分卓著为理由 没有追究他的罪责 他1989年离世 近日获准张骨灰 而送到安葬了多位中共已故领导人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务 评论认为是显示中共从无认真反思文革 习近平也和毛泽东具有相同的独裁本质 星期四上午 被称为开国上将 广西藏族自治区政府前主席韦国称 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务举行 骨灰由八宝山骨灰堂移出 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务的墓地下葬 韦国称的遗伤许其善 他的儿子韦肇毅和亲友 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管理总局服务局负责人 一众红色后代参与了仪式 官方代表和韦肇毅都回顾了韦国称的生平和公职 韦肇毅还说父亲在广西主政20年期间 为广西的发展呕心溺血 他还在发言时最后表示 我们会有缺点错误但一直都努力 这个消息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 网友指出在文革时期 韦国称是广西的主要领导人 而广西是当时中国最动荡的地区之一 出现了严重的武斗 甚至包括一些极端暴力行为 例如屠杀和食人事件 网友也谴责韦肇毅的发言 显示韦国称和家族成员对文革罪行不知悔改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早年间出版 《广西文革痛使勾沉》的作者晓明 直指广西大屠杀 同其后衍生出的人食人事件 是由韦国称一手造成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向本台表示 韦国称的罪恶 即使在中共党内都有过讨论 但因为他是中共建政元老级人物 所以在中共清理文革三种人的时候 并未将他放入当中 但中共过去将这段历史淡化处理 估不到习近平时代再给他死后殊荣 也显示习近平和毛泽东 有着同样的独裁本质 现在习近平又重新给他18883这样的殊荣 重新认可文革世界的迫害狂 体现习近平本身的邪恶 计算会炒的一种政治状态 就是从一个赦免来体现 习近平是一个贸易类的独裁者 冯崇义也都指韦国称的后代 以及一众红色后代 从未反思长辈在文革中的罪责 日本靖江大学教授杨海英 著有《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 记录了文革时期 在蒙古族发生的另一宗惨案 大批蒙古人遭受迫害屠杀的黑暗历史 他说中共将文革会之手 葬于八宝山 证明从来没有否定文革 特别是习近平政权 已经将中国重新拉回去文革时代 韦国称在广西他的部下 吃人杀人什么都干 最后他还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否定过文革 是一届三冬全会的那个决议 其实也是做个样子看 因此中共从来没有否定过文革 他只是暂时停下来了 那么习近平现在又重新启动文革 我们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杨海英又指出对内蒙古大屠杀 负有直接责任的内蒙古军区前将领藤海清 中共在文革结束之后 表示念及过去的公分不予追究刑责 一代罪人后来还得到作声 同中共公分掌章 在他死后 他的骨灰葬在安徽 杨海英认为中共是暴力集团 因此不可能追究这个集团当中的尸暴者 文革十年浩劫在1966年展开 毛泽东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一声令下 全国红卫兵陷入疯狂 以对付阶级敌人为名 任意尸暴 数以百万人被批斗 惨遭酷刑或者活活打死 为表忠诚 有学生打死老师 有子女批斗父母 更发生过人食人 残暴程度颠覆人类认知 由夏雪简述这段历史 国定无罪 造反有理 国定无罪 造反有理 1966年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 推动人民公社大跃进 导致中国超过一千万人 陷入大饥荒而死 毛泽东为了自保权威 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攻击政敌异建 动员红卫兵进行阶级斗争 全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步入颠狂 成千上万 红卫兵在四处展开破四九运动 焚书坑瑜 摧毁古迹文物 寺庙 教堂 和外国大使馆 就连维持秩序的公检法部门 都不放国 几个月内 血腥暴力迅速升级 并且蔓延到全国各省市 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学术权威 科学家 商人 老师 争女 神父 和知识分子等 通通被批斗成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坏分子 右派的 黑五类分子 他们惨遭逃杀 公众凌辱 活活打死 后来阶级斗争 再发展成为 对付私怨 或者表忠自保的手段 十年之间 多达200万 至到2000万人 非正常死亡 更加海人听闻的是 根据中共和文革史实记录 在广西地区 曾经发生 人食人狂潮 当时文革升级到极端仇恨思想氛围 大批群众集体在官方默去之下 发展出将被批斗者活活打死 再肢解 生汤 挖出心肝肉 来到敲煮 多达15万人非正常死亡 位列全国省市之冠 其中是重灾区之一的母孙园 官民人食人相当普遍 当地一家著名中学 更加发生学生食老师 学生食校长 根据当时现场采访的 前红卫兵郑易形容 这个是万人食人的运动 种种惨绝人患的人食人狂事 此作俑者正正是时入广西自治区 第一书记 号称广西王的韦国清 而这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直到1976年 毛泽东死亡之后才告终 由亚洲电台记者下说报道 被受关注的香港经贸办间谍案 星期五再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初步聆讯 其中一名被告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彪 更换了律师团队 他和另一名被告魏智良获准继续以原有条件保释 11月底将会答辩 明年2月正式开审 文在山梁炳康报道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彪 新专整齐细装 在法律代表陪同下报入法院 未有回应记者提问 案件在位于伦敦的英格兰中央刑事法院 再次进行初步聆讯 同案次被告是38岁的英国边境执法员魏智良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副处长黄海灵 助理署长胡文康都有到场 入庭后坐在公众席旁听 案件由女法官Bobby Chimer Group主理 两名被告进入法庭后 初时和上次提筒一样 坐在代表律师后排的座位 其有法庭书记要求他们坐入犯人欄 神释刑众 控方在庭上提到 案件涉及英国国家安全法 因此有特殊敏感性 提醒公众和传媒留意 事日所见 袁松彪的律师团队被带换班 最新由大律师Michael Haig处理案件 公开资料显示 Michael Haig专攻严重欺诈案件 同时都为一般犯罪 进行起诉和辩护 Michael Haig在庭上多次重申 他非常渴望 照原定日期开審 并正全力赶上案件程序时间表 不过他表示 他今月先接手案件 时间紧逼下要处理大量证据和文件 要趕急进度有困难 要求控方 提供更详细的案情摘要 和证人名单 代表为智良的英国御用大律师Mark Hayward 亦认同难以赶及进度 控方反驳 说现有案情摘要已经非常清晰 证据亦非常充分 而被告之间的通讯内容 亦都按时间迅速列出 不认为需要提供更多资料 法官同意控方观点 并定于11月22日 在中央刑事法庭再进行答辩 至于上次聆讯所定的2月10日正式开审日期维持不变 但地点由原定的英国京士顿皇家法院 改为中央刑事法院 即是与今次聆讯同一地点 根据上次聆讯 正式审讯将设陪审团预计审讯会持续4至6个礼拜 法庭又讨论到两名被告的保释条件 两名被告最终获准以原定条件保释 包括要交出旅游证件 不准离境 并要在晚上10时至清晨5时 遵守小禁令等等 法官最后提醒 两名被告要和律师全力准备庭审 并警告 两人必须遵守保释条件 和安时出席下次聆讯 他又表示如果被告计划认罪 越早决定对他们越有利 二人被控英国国家安全法下的协助外国情报部门 和外国干预两项罪行 分别最高可被半筹14年 同罪指 他们涉嫌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期间 同意收集情报 进行监视和弃欺诈行为 或者为外国情报部门提供实质协助 二人又涉嫌 在今年5月1日 试图强行闯入英国一串民居 或者构成干预 至于同案原本的第三被告 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Matthew Tricket 今年5月被发现福斯公园 他的起诉早前已被终止 太阳士何谷警方 早前指他的死因无可疑 事件除了引起海外港人关注之外 也牵动英中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5月底批评英方 借所谓间谍活动对中国恶意诋毁 促成英方停止反华政治操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在山梁明康报导 香港美酒街衙巡礼 在酒吧市道水深火热之下举行 本来记者星期五晚到场试察 有到场市民说 今年的40元入场费 没有包酒杯 也没有试饮试食 也有市民觉得摊位的小食价钱比较贵 有参展商就说 并没有受惠于政府减列酒税 因为很早已经入了货 慧斯 江蕴报导 美酒街衙巡礼 一年五晚在中环海滨举行 号称有300个美酒和美食摊位 记者星期五晚到场观察 入夜后有不少市民到场 入场前均需要通过安检 打开背囊给工作人员检查等 今年入场费为40元 但就不包括酒杯 入场的大人都先购买400元的pass 套票包括14个 每个价值25元的代币 及空前挂上的这种玻璃杯 趁周末到场的Frankie 连续几年都有来 他对今年摊位 没有试饮试食感到可惜 早几年来是多些的 多些试食 当然就没那么好 你有杯是好很多 但是我自己都接受到的 因为始终杯它都有成本的 场内设有舞台 有歌手在台上唱歌 而观众即需要坐在台下草地上观看 戴小姐说香港没什么活动 所以才来参加 想看他今次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他是想推广的 那我觉得今次完全不算推广 好像是想做生意多些 只不过是香港没什么 event可以参加的时间 就唯有来这里聚一聚 美酒佳咬 巡礼除了喝酒之外 理应也有佳咬 但有市民指 小食售价比较贵 例如鱿鱿酥就需要75元一吋 麦先生说 感受到食物比较贵 因此在进场前已经吃了晚饭 今年施政报告提出 减免高价烈酒税九成 但似乎并没有令美酒巡礼受惠 部分参展商更表明 已在减税前进口烈酒 有鸡尾酒负责人就说 因为品牌是售卖低酒精的鸡尾酒 因此没有受惠于减免烈酒税 亦表示定价比平时便宜 有葡萄酒及烈酒摊委负责人就说 它们的品牌有香檳及威士忌 捧场客都是较资深的酒客 减烈酒税令它们可以调低酒价及人买家 美酒加牙巡礼由女法局举办 号称有35个国家或地区 超过300个美酒和美食摊位 更比去年增加一日展期 文女局长杨润雄同日回复议员 有关抵港游论的提问是 美酒巡礼及游轮盛事可产生协同效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慧斯江永报道 灾音时强调要见逢插针起楼的 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打倒昨日的我 表示政府要慎防土地和房屋供过于求 并预示香港和内地同城化的效应 将会更加明显 分析指香港各样成本仍然无法和深圳相比 北部都会区难以和深圳楼市竞争 反而令到港府面临旁大财政压力 淳音报道 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项目 施政报告预告它可以提供3,000多公顷 新发展用地超过50万个住宅单位 当中不少于1,400公顷可以在10年内推出 整个北都预计可以容纳250万人 大概占香港现有人口的三分之一 前特首梁振英 任内全力密地建屋 董建华时代的8万5政策 都是由他推动 但梁振英星期四 在Facebook发文 打倒昨日的我 表示政府要慎防土地与房屋供过于求 他说新开发区 发展密度降低 每赤地价收入下跌 但工程造价和收地赔偿就越来越高 加上昂贵的公路和铁路线 担心政府会吃饭 又是香港和内地同城化将会更加明显 政府的规划可能落后于大趋势 警告建成造地要科学和专业 不可以拍脑袋 矫枉过症的后果会很严重 财英评论员岩保江说 过去梁振英即使小型地皮 都见逢插针地起楼 但他再任时楼价截至上升 和现在的情况不能相比 而北部都会驱 配套仍未成熟 的确有埋不出的忧虑 政府最近都将银债 籌集的都会自己感到 拿来去做基建开支 以往卖地是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随住房地产市场滑波 發展商一系不再参加土地招标 一天就报出极低的竞标价格 翻查地政署资料 上个财政年度 港府只是以低价售出3幅地皮 合共73亿 2024至2025年度 都只是买出3块地皮 共7.22亿元 今个年度初 财政预算案 预测全年卖地收入330亿元 至今只是完成大概2.2% 在小枝化和深港同城化的趋势下 未来香港的房屋需求 能不能消化北都 以致明日大雨的供应呢 颜保官认为 近年大批港人移民外流 即使用高财通 都未能填补人口空缺 未来是否需要那么多土地 和楼房都是移民 更重要的是 北都要面对内地楼宇的竞争 我们几乎是24小时通关了 那变成了很多 所谓内地新入的一些高财通 他们都宁愿宁回到深圳 有需要就来香港上班 当然你可以讨论 明天来香港的地 越買越便宜 甚至贴近深圳的水平 就可以了 但是香港不单单是地价 在说其他各样的成本 包括你人工 原材料 其他各样的东西 我们是否完全和深圳启齊 似乎是有媒体 他相信发展不都只是政治任务 配合中央的主旋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純音报导 台湾台拳道选手李东倩 去年在比赛赢得奖牌后高举五星期 近日有在社交媒体 展示由中国厦门市签法的定居证 依例将会被台湾注销户籍 学者指台湾体育界制度不公平 令到部分运动员成为中国拉拢的对象 中广正报道 李东倩2023年在南韩奪得同牌后 穿着引有台北队伏上台领取奖牌的兽 除了高举五星期 受访还以轨岛称呼台湾 指台湾独裁不容许异己声音 没有言论自由 并高呼作为中国人非常骄傲自豪 引发台湾民众塔佛 依照中国移民管理局的规定 他能领取厦门市签法的台湾居民定居证 除了衣亲、结婚和投资外 相信是以第四条 国家急需的科技、教育、文化、医学、农业等领域的人才 取得定居资格 他下一步可以领取中国户籍和身份证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早前就这类案例表示 如经中共部门批准定居 并在期限内申请陆方居民身份证 其灾台户籍将被注销 我们是根据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任何人不能够有台湾跟大陆兼有这样的户籍 所以我们是依据这个 除了李东欠外 去年台湾选手蘇玉晴 也代表中国参加米兰的劍道比赛 台湾给予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得奖颁法的奖金 仅低于香港、新加坡世界排名第三 而中国运动员内部竞争激烈 为什么仍有台湾运动员选择投共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虎致出 台湾各单行运动协会都被不同势力把持 使最优秀运动员未必能够取得参赛资格 例如获得七座大满冠女商冠军的 网球名章谢淑薇 曾因为单行协会不同意 而未取得参加国际赛资格 反而表现欠佳的詹永賢和詹后程 因为詹家把持了单行协会的计分制度 令他们连续两届代表台湾参加奥运 两次军在首券做淘汰 引起台湾社会对体育界制度不公的关注 所以就算不讲政治的话 台湾的运动环境也不是很友善 这个就给了中共一个很好的工具 中共就知道说你如果愿意投靠中国 中国所有的协会或是中国的体育组织 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控制 共产党可以帮你打点解决这全部的事情 陈利虎指出习近平上台后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江河日下 近年积极拉拢运动员到中国发展 以掌牌维养民族自信 美激话说运动员谷爱宁更代表中国 在冬季奥运会奪金 他本人因此在中国获得庞大商业利益 李东燕在台湾知名度不算高 但他在抖音上有33.7万粉丝 经常发表支持统一的影片 每条获数千至数万赞好 尚获得中国官方接待 陈利虎认为当李东燕取得户籍那一开始 对中国的利用价值马上降低 快速变成中国人后 能否再享有过往的特权值得怀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导 接下来由江泳报导 《记者新闻简讯》 一名香港法律系女学生 被指五年前 在湾仔参与暴动 及管有攻击性武器 经审判后获判无罪 令获批总费 律政司随后就裁决上诉并得值 按检法还原审法庭重审 女生不服判决 向上诉庭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 上诉庭班下判辞 逐点否定女生的三个争议 引述早前班下的判词 指原审就环境证供逐一分册考量 是在缺乏证供下作出议册 不等于合理化案中的疑点 并认为申请方提出的观点 不具重大而广泛重要性 他批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证明书 2019年7月1日 香港今中由大批示威者集结 向举行回归星期禮的会展推进 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四名男子早前经审讯后 被裁定暴动聚成 案件在区域法院作求情 其中一对案发事 就读中三的孖生兄弟被告 因本案暂时休学 辩方指两人不想被判入少年返院所 希望在狱中兼读大学课程 妄备法庭判监 辩方又力尘 两人犯案因年少无知一时糊涂 希望法庭对年轻人着情 并转述其中一人亲笔求情信 称犯案是出于对香港的爱 案件将押后至10月31日判刑 乌克兰总统扎廉斯基说 北韩首批派遣到俄罗斯的士兵 预计在今个周末 部署到俄乌战场前线 乌克兰情报部门说 北韩部队已抵达俄罗斯边境的 库尔斯克战区 人数达12,000 正在五个军事基地进行训练 而南韩国家情报院 上星期发布了详细的卫星图像 显示了首次部署 俄罗斯总统普京 早前没有否认北韩派兵到俄罗斯 中国《外交报》回应说 中方对朝鲜向俄罗斯派兵的情况 并不知情 针对台海紧张局势 欧洲议会在新一届会期 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支持台湾的议案 譴责中国对台军事挑衅 强调反对任何单方面 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 又鼓励欧盟及成员国 持续深化和台湾的合作 以及持续支持台湾 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中国驻欧盟使团 批评欧洲议会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一意孤行通过有关涉台决议 是对事实的歪曲 对国际法的踐踏 以及对战后国际秩序 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挑衅 美国白宫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 首度要求国防部和情报机关 加快运用AI人工智能技术 强化国家安全 以减少来自中国等对手的战略特责风险 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说 总统拜登发的备忘录 是希望在军事上利用AI对抗敌人 同时建立保障措施维护公民权利 《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也指出 备忘录明确禁止 以不符合民主价值的方式使用AI技术 强调政府机构不得使用AI 来监控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或绕过现有管控核武的措施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 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 或者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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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